祭功活佛慈悲,奉献真心基财在礼天。 你有一分心,上天,就给一分。 行日所赚的钱可以积累,但无形之财也是可以积累。 那就是自己的功德。 既是救人就有功德。 你想要上天给你多少,你就要付出多少。 为师希望你们基财在礼天。 你们常常说我要赚大钱。 我要赚多少钱。 为师希望你们赚的那个钱,能够记在天上功德隐形。 那个,钱,是功德。 奉献只是一颗真心,而不是物质所能代表的。 有个人问老师我,什么才是真正的不识? 有人说,平常赚十块钱,就不识一块钱。 有的人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十块钱。 根本赚不到十块钱。 可是他今天赚了一块钱。 他看到别人有难,他就奉献这一块钱。 他把所有奉献的心给人,把所有的奉献出去。 这才是真正的奉献。 不管钱是所造的业如何。 只要今世认离时修。 善念必能受到上天的感应。 人一动念,善念,恶念。 都会受到上天的感应。 我们的因果就从动念而来。 所以要谨慎我们的念头。